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葡萄都是华国风花很多时间悉心照料的 每次到了葡萄产出的季节 很多家人和部队的人都有了品尝华老的葡萄的机会 不过有一件事不得不提一下 华老种这么多葡萄是因为自己喜欢吃吗 不是的 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了糖尿病 自己根本不能吃这些葡萄 老人把葡萄送给别人 自己来享受众葡 好的过程 早已经淡出公众视野的华国风 一般都不怎么出门 但是一年之内有两千华士一定会出门 一天是毛主席的诞辰 一天是毛主席的忌日 他都会带着家人去毛主席纪念堂 却怀念毛主席 并让子孙对着毛主席鞠躬 说到华国风与毛主席 很多人也熟悉 华国风老人一生都在坚守毛主席临终前对他说的两句话 你半受我放心和照过去方真办 这两句话华国风一生都在践行 2008年 华国风老人已经病重 一年之内因为不同的重病住过三次远 时间不多的华国风老人曾躺在病床上留下一言 上我回挂山吧 那里数多 清静 小时候在呢 打游击也在呢 这个时候 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前领导人 他只是一个平凡的思念过去家乡的老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回想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回想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回想看更多责任编辑